第八章 耶稣在真杖幕里作执事 我们所讲的事 其中第一要紧的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 已经坐在天上 至大者宝座的右边 在圣所 就是真杖幕里作执事 这杖幕是主所知的 不是人所知的 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 和祭物设立的 所以这为大祭司 也必须有所献的 他若在地上 必不得为祭司 因为已经有照律法 献礼物的祭司 他们供奉的事 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 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 蒙上帝警戒他 说 你要谨慎 作各样的物件 都要照着在山上 指示你的样式 作更美之药的中宝 如今 耶稣所得的职任 是更美的 正如他作更美之药的中宝 这药 愿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那前若 若没有瑕疵 就无处尋求后若了 所以 主指责他的百姓 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 和尤大家 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 祖宗的手 令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因为他们 不恒心 守我的约 我也不理他们 这是主说的 上帝不再 纪念以色列家的罪显 主又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 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作他们的上帝 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他们不用各人 教导自己的乡论 和自己的弟兄 说 你该认识主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 到最大的 都必认识我 我要宽恕 他们的不义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显 既说新约 就以前约为旧了 但那占旧占须的 就必快归无有了 就不再纪念他们的 就不再纪念他们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的